欢迎回到美图新闻 欧盟委员会上周五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7.6%新进口关税 欧盟委员会上周五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7.6%的新进口关税 欧盟委员会表示 实施新的进口关税是为了应对中国汽车制造商从中国政府获得的不公平补贴 欧盟委员会认为 这对欧洲汽车制造商造成了经济损失的威胁 这项新关税将在先有10% 进口关税的基础上暂时实施 新进口关税的最终决定将于今年11月做出了届时 布鲁塞尔和北京将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